哈喽大家好,我是志光 然后聊聊币圈的行情啊 币圈今天喜迎中秋节啊 节是劫难的节 周线上的话 我个人觉得是走出了一个中期的空头形态 一个一决不振的形态,比特币的话 因为在这个前几天暴跌之后呢 然后在这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反弹 直接就一轮暴跌砸下来了 按理来讲如果是一个足够强的趋势的话 这里直接就弹回去了 就算这里你跌下来 你踩在这个均线上 你也应该有个像样力度的反弹 这是比特币在一个牛市中 它回调的一个风格 但是这里我们看到没有多少交易量 并且走的相当疲软 并且之前的涨势其实也有一个减速的状态 而且交易量也没有上来 所以说中期的话是看空的 如果做现货的话 你可以再等一等 你的机会可能还没到 或者说你觉得在这个位置会反弹 你可以加点藏位 但不建议你加太多 你可以加一点试探一下 如果你在场外的话 场内的话你就自己来吧 场内的话不好给意见 因为场内的玩家 有相当一部分信仰类的玩家 还有些套牢了不愿出 这个心理的话大家都不一样 你不同的状况的话不一样 所以说场内不好给建议 场外的话 你可以进也要 你要进的话也就少进一点 不要不要进太多 因为在这个位置说实在的 扑朔迷离 但是整体上我觉得 向下的方向可能性更大一些 接下来说合约 合约的话这里 我是之前是这个账户是一万美元 一万美元 现在是做到一万一万一千九 之前是一万两千三 二十三个点 后来前两天的话 掉了两个头寸的多单 但是都亏掉了 一个亏了一百油 一个亏了两百油 不过没什么问题啊 就是我的习惯就是 第一单就是试仓 现在我 我是看空了 我是觉得多头是没什么意思 那我的计划是什么呢 我的计划就是首先在日线级别 周线级别我觉得很难出现一个阳线了 如果这样按我的逻辑的话 它不太容易走出一个阳线了 可能就阴线阴线阴线这样下去 然后到这个到支撑位置后出来个阳线 然后再弹一弹 然后再阴线阴线 然后具体咱们再看了 然后日线级别的话 我希望是收出个阳线 然后达到前面的这个阻力位 然后在这个位置的话 嗯 开始试试空单 然后如果空单是对了 这个第一个头寸打出盈利了 那我们就在这个头寸上进行不断的加仓 具体我的仓位管理 建我的频道的第一条视频 置顶的那个视频 上面有我的仓位管理计划 嗯 然后从日线级别先看到打回来这个位置 然后再从小时线和15分钟线 再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入手的点 就是嗯 你根据它的波动嘛 去选一个智涨的点 就不要说它急跌的时候选一个点 这样的话开合约就容易被爆掉 这是我的计划 然后分几个仓位 嗯 不断的去加仓 然后加的话也不要加太多 虽然我开20倍 但是最多也就是总资金量4倍杠杆 也就是说最多是用20%的资金去加20倍杠杆 20%乘以20就等于4倍嘛 我觉得这样已经很夸张了 因为我是做视频嘛 所以说希望仓位相对极近一点 这样的话才有可看性 但是如果你要严格管理的话 我希望你的倍数不要超过3 不要超过3的话其实是更严格的 大概这就是我以下的计划啊 嗯 现在出现了一点反弹 不过这个反弹还是不能做空啊 我们还是要等它日线级别出来点东西 收回来 收回来之后最好日线弹一弹 弹一弹之后再出现一个阴线的阳尾状态 然后再开 开空单 然后试单 然后头寸一点点头寸的打 顺着趋势打下来 然后持有这个空单 然后在周线级别上如果是跌到一个像样足打的阻力位 我们再平掉 或者是回涨回我们的一个止损为我们平掉 这就是我计划 我从来不觉得我判断行情能很准确的判断队 尤其是中短期 所以说我一般都是量手准备啊 就是亏了的时候咱到哪个地方止损 赚了的话咱们在哪个地方止损 这个都要有心理有个计划 谋地而后动嘛 嗯 别的不说什么了 然后现货的话 呃 今后我们可以现货的话可以去 潜伏一些 比如说 我一直觉得豆子的话明年会有个行情 为什么说明年呢 因为豆子这个币的话非常依赖于一个一个人呢 就是马斯克 马斯克的那个兴建计划 就明年他可能会 呃 将他的火箭发射到月球上 并且呢是以狗币支付嘛 之前是有新闻的这个 但是这个新闻慢慢的就让人们淡忘了 在这牛市中狗币好像就黯然失色的感觉 但是我一直觉得他的群众基础还是在的 所以说今后我们会在这轮下跌的之后 达到一个向的位置去潜伏一波狗币 我认为在明年会有一个十倍左右逻辑的一个收益 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说现货的话 我特别想去潜伏一些狗币 然后如果要是 嗯 投资一些 去增长确定性比较好 比较有价值的币种的话 那就是搞一些比特币以太坊啊 什么UNISWAP 还有什么BNB啊 反正根据你自己的理解来 我也不是特别懂 但是供链的话我就不输以太坊 比特币的话现在说在我并不是很看好 因为他现在已经脱离了人民群众 变成机构的游戏了 你不信你看看你身边的朋友有几个说 进来币圈之后去买比特币的 基本上都是买一些新币种 然后进入币圈 而这些新币种往往是在以太坊生态上的 比如说之前的defi 然后后来的nft 然后今年的gamefi 基本上都是在以太坊出现的 所以说我觉得以太坊 它的概念上要比比特币要好 而且一旦今后的供链市场中 确定出了一个强者一统江湖之后 我认为供链上的最终获胜者 他就会整合供链币的市值 最终它的市值有可能挑战比特币 而比特币一旦失去了龙头地位之后 那它就没有现在的龙头红锡作用了 比特币其实在技术上 它已经太过成就了 只不过是发迹的早 然后共识集中性强 但是它在技术上面实在是 不是区块链的未来啊 个人觉得以太坊我是相对比较看好 然后狗币这种币我一直是 虽然说它它没长起来 但我还是很看好它 它长起来我觉得 反而我的机会被它涨涨没了 它这样挺好的 总之淡定一点淡定一点 等机会就好了 然后可以适当的搞点合约 参与一下市场 虽然说合约这东西不怎么靠谱 但是玩一玩还挺好玩的 不要玩太多OK 大概就以上吧 然后明天的话聊一聊这几个供链的币种吧 咱们聊聊好OK